Lacy妈妈的频道 首先我们将水倒入锅中 将小丸子也一起丢进去 慢慢等水烧开 煮小丸子的时候 我们记得要用勺子多搅几次 这是为了小丸子不要粘在锅底 小丸子 等水开之后 我们放入准备好的酒酿 糖桂花 现在我们转小火 多炖它一会儿 等水开之后 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很简单吧 美味香甜的酒酿汤圆就做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请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谢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